山陀颱風在中午登陸 彰化目前沒有雨勢 不過風勢強勁 出產葡萄的西湖地區 葡萄農為了防止強風 把葡萄藤吹落 趁著風勢變得更大之前 到果園來巡視 並且在原本的網布上面 多加一層粗網鞏固溫室 不讓強風吹倒葡萄藤 來聽一下葡萄農怎麼說 那麼除了比較高 經濟作物的葡萄以外 還有蘆筍也需要防臺 農民加強溫室結構 不只把天窗蓋起來 就連外牆的部分 也多加強了一層防護網 避免強風吹進溫室裡面 那麼山陀的颱風 中部地區沒有雨勢 但是風勢夾帶的鹽粉 導致芝麻葉受到鹽害影響 損失五成 狀況農民避免摘損大 加強防臺準備 就為了不讓心血 白白浪費